你好啊,我是小年 父亲再婚,结果暗恋的对象变成了自己的姐姐 发生过关系的情人变成了自己的妹妹 如此狗血的剧情到底会少年怎样的后续 没看过上期的小伙伴也可以直接观看本期视频使用 英语老师杨菜现如今变成了下生的姐姐 本来世上之间就有着一段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今还因父亲再婚填上了道德的枷锁 在完美解决杨菜做小三的事情后 杨菜也第一次主动邀请下生去海边玩耍 并在海边给他讲述了关于那个渣男的故事 毕竟是自己的初恋 所以即便顶着小三的名号 杨菜还是期待自己能够被重视的一天 他心里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可就是不甘心 直到感受到下生和刘依那对自己关心的态度后 他才恍然醒悟 也很感谢下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母 在夕阳下 听着杨菜的故事 下生突然在想 如果换出自己会怎么做呢 他也明白那种错爱 于是拿出了自己写的小说 女主角的原型是杨菜 并主动坦白在对杨菜的感情 杨菜没有折备 而是很坦坦地说 那就瞒着父母还有刘依交往吧 说完牵着他的手不断地走向海中 一时都不对劲地下生询问杨菜 什么意思 而对方的回答就是 意气殉情 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旦被发现 那么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 这跟殉情没有区别 如果没有做好觉悟 那么这份感情要如何进行了 被杨菜一语点醒的下生很不甘心 但也没有办法 在海中抱过杨菜后 最后两人回到岸上 也将恢复成普通的姐弟关系 可是在认清现实后 就是无尽的痛苦 不管是杨菜一人在房间落泪 亦或者是夏生独自不甘 那在这两人的感情之外 刘依也陷入了泥潭之中 在夜晚主动找到了夏生 询问两人第一次见面 好像没有亲吻 可两人是雄妹 难道也要像杨菜所说的讯情吗 可为了否定杨菜说的话 他同意了刘依的警求 刘依也证实了自己对夏生的感情 但是夏生却还是无法将杨菜挽怀 直到一位朋友喜欢上了刘依 然后想让夏生戳了他们 结果夏生不知道哪条基因答错了 竟然有意无意地暗示刘依 这让刘依当场翻脸 扭掰啊兄弟 每人主动告白 你进来武士还想送人 在看出刘依心情不好后 夏生也赶忙去道歉 然后两人就又又又又又又亲了起来 但是房门没关 却被杨菜给看到了 渣男夏生鉴定完毕 前天还够拍杨菜 今天就占刘依便宜 杨菜的内心做事有些崩溃 夏生想要解释 但并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不过刘依却直接面对杨菜 并坦诚 是自己主动窃进夏生的 杨菜又拿出那套成人的说法 想要反驳刘依 但是刘依一句 没有血缘关系的话 让她压口无言 最后又拿出了妈妈 会伤心地解释 堵住了刘依的嘴 之后 杨菜打算要离开家里 成年的她并没有被父母拒绝 经济独立的她 本来就可以离开之家 去独自生活 夏生不知道该如何 直面杨菜了 在朋友的开导下 有了勇气 于是在夜晚 她来到杨菜的房门前 不奢求 她可以开门 但期望 你能够听下我的解释 谁知杨菜 却主动询问夏生 对刘依有没有感情 而夏生的回答 则是跟在海边那天一样 没有改变 其实杨菜和刘依一样 在不知不觉的相处中 都喜欢上了夏生 只不过 刘依正时的早 而杨菜 则是在看到夏生和刘依接近后 才感觉自己的心 特别的难受 在杨菜准备搬出去前 夏生在机会上 再次找到了杨菜 进行解释 可杨菜不想听 可最后 却在咖啡店老板的开楼下 吃面了自己 自己不也是喜欢夏生吗 不然为什么 他见到那一幕 会如此的在意 随后 杨菜开始说出了 自己的内心话 那一夜 两人算是缺人的关系 可是 隔天杨菜 还是要搬出去 不过 却留了一把钥匙 单独给夏生 可怜的刘依 本般在鼓里 还以为是自己喜欢夏生 而让姐姐生气 甚至不惜说出了 是不是自己不爱了 就可以不搬出去 好在夏生 也看出了刘依的内心 在夕阳下 对她一番关怀后 这件事 也算接过去了 之后 因为有了钥匙 所以夏生和杨菜的关系 突飞猛进 但是 在学校 还是会害怕别人发现端倪 这让夏生认为 自己成为了杨菜的负担 但是杨菜却说 并不是 做出觉悟和殉情 并不一样 如果时间倒流 就会发现这句话 似乎有些不妥 因为 那天在海边的时候 杨菜他好像是说 做出觉悟 就跟殉情一样 扭掰呀姐姐 他也担心夏生 无私乱想 所以 在不断地解释 看着如此可爱的杨菜老师 夏生 还有什么生气的理由呢 后来 学校文学部的欧巴老师 一直没有来 原来 之前那次偶然装见 欧巴老师 请文学生的画面 被欧巴发现后 夏生 就被迫加入了文学部 这个操作让人很费解 但欧巴老师的气场 实在太强了 只有刘依和小桃 也为了夏生 纷纷加入了文学部 这次三年 一起来到欧巴家 看看情况 结果 却得知欧巴 是请假在家写稿 他竟是夏生 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这个身份 也让欧巴之前 亲吻的绿匠 特别兴奋 并且 知道欧巴请假 是写稿后 也变得开心 夏生发现这些细节后 就不断地调侃他 害羞的绿匠 并用轴 轻轻推了夏生以下 谁知夏生正好站在台阶上 因为这个意外 夏生正在家休亚 这让刘依特别的开心 对夏生的照顾 无微不至 但是夏生 还是会偷偷找机会 流去找洋菜 每次出去的借口 都是去找好友 但是能就被刘依 发现了两难私密的场面 刘依在雨夜中 跑了出去 结果 却还是被受伤的夏生 给找到了 虽然气愤 但是见到拖着伤残 还会出门找自己的夏生 气 就直接笑了一大半 但是这一次 夏生给了答案 他还是喜欢洋菜 不好意思 刘依没有祝福 并尝试决定 要试着讨厌夏生 这事物之 越在意 就越来忘记 后来夏生和洋菜 继续保持着亲密关系 但是 觉得两人感情 达到巅峰的那一刻后 有人抓拍到了 他们接吻的画面 孝芳也揭露其中 为了夏生未来考虑 洋菜 注重承担了所有责任 并恳求孝芳 给夏生机会 最后洋菜被调到了 更远的地方认交 这意味着热烟的两人 要很久很久才能见到一次 洋菜写了一封分手的信 但对夏生的思念 只会越来越深 从这之后 夏生整个人就魂不守舍 但是 却也变相给了他成长的动力 他在咖啡店店长的鼓励下 将自己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小说 结果却真的获奖成名 电视剧都不敢演的剧情 却在这里上演 但似乎却又觉得 没有什么不妥 在回家后 却突然看到洋菜的身影 夏生特别激动地将他抱住 但这 其实是刘一代的假发 假装洋菜而已 这段时间 他越想忘了夏生 就越思念 尤其 看到他那痛苦的模样后 在讲到姐姐那时候 看到自己和夏生后 仍然在一起 他也算明白了 只要爱 就够了 他不想去管其他的了 比以往更加大胆地表现 自己的爱意 这次 夹要女友动画版 也算正式完结 这段狗血剧情 如果发生在日常 怕是会颠覆三观 好在我一当年觉得 能够接受的就是三能 没有血缘关系 这部剧的欢乐程度 真的是我看动漫一代 认为最欢乐的 很多动漫 都是以脉头为主 剧情为父 但假装女友的剧情设定 真的是强了一批 即便观看过解说 再去体验原片 都能有极强的体验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另外的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预计下 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